这可能是最具性价比的 家用NAS的解决方案了 关键是不用折腾 即差即用 特别适合小白 NAS说白了就是一个操作系统 一个盒子 外加一个硬盘 这三个东西组在一起 就能够实现随时随地访问自己的文件 按照这个思路 我买了Acasis的硬盘盒 外加日历的企业级硬盘 系统我就用iStoreOS 它里面自带的存储服务 亦有云 配置相当简单 把硬盘放入硬盘盒 然后接入到你的装有 iStoreOS的小主机 然后在iStoreOS当中 配置跨设备共享 那同时在你想要共享的设备上 安装易有云的APP 比如你想通过手机访问电脑的文件 那你就在手机上安装他们的APP 注册登录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可以通过手机访问 硬盘当中的文件 或者进行照片的备份等等操作 基础的NAS的功能它都有 轻度使用绝对是够用的 那对于不确定自己是否需要 购入昂贵的群晖 或者威廉通这种NAS的朋友 这个方法非常的省钱 那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自行查阅易有云的文档 那今天提到的品牌 记得给我打钱 那手上如果有NAS产品的PR 也欢迎来联系我 关注带来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